岳峰是我的丈夫 这一点是肯定的 院长 那我现在 可以把孩子带走了吗 孩子的奶奶 为什么没有来呀 她双目失明了 而且 现在的情绪不太稳定 那你认为 像她这样的人 能带好孩子吗 凭我们的经验呢 就算是一个健全的人 带这样的孩子 都是很费力的 这个孩子 由我来带 你愿意为你死去的丈夫 抚养这个孩子 要不这样吧 我先带你去看看他 走吧 她是我养的 老实说她会说话 就是不愿意说 她看不起我们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还不是跟我们一样 都是没人要的脚踏 我 你叫人 那个就是当当 自从进来以后啊 她就没有开口说过话 可她为什么不说话呢 医生检查过后说是 假性自闭症 什么意思 就是说 这是后天形成的 神经系统的障碍 我不知道这孩子 曾经发生过什么 但是他来的时候 全身全是伤 我们怀疑啊 他受了虐待 那您的意思是说 是他的家人做的 现在的父母啊 叫我怎么说呢 真是不负责任 你瞧瞧把这孩子 弄成什么样子了 他们不明白 这会影响孩子一辈子 当当的妈妈 现在在金生年院 她当时 也许不是故意的吧 你叫当当对吗 我是小草阿姨 当当 你妈妈 为什么跟你去这样的女儿 叮叮当当 跟敲锣一样 这不是很吵吗 可是 为什么你又这么安静呢 你看着我 阿姨有话跟你说 阿姨啊 想带你走 带你 回到你爸爸以前的家 你愿意吗 你不愿意啊 还是 你愿意 可是不会输 不管怎么说 这孩子都得要 小草阿 你就把这孩子都得要 还有这孩子生下来的 以后 我伺候他 我管他吃河拉撒睡 不用你们费心 就算妈求你们了 我这个孩子生下来的 我做梦 都希望你们有个孩子 你一定要把身体养好 我还想要把孩子 我们一家里 能够在一起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月峰 我该怎么办 我们两个没能给妈生个孙子 现在我该把当当领回去吗 你就这么走了 什么也没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 流水 你鬼鬼祟祟进来干嘛 我以为进贼了呢 我拿毛毯呢 你没事吧 我这 胳膊动不了 脱臼了 你等会儿 你别动 别动啊 你又要干嘛 慢慢地 慢慢地 等会儿 行不行啊 别运来啊 应该没事了 你动会动会 活动活动 没事了吧 对不起啊 我算是明白了 咋没得死在你手里 对不起啊 真弄不明白 你女的怎么那么大的劲啊 啊 我以前开出租的时候啊 经常开夜班 觉得挺危险的 所以我去学过防身术 这个 这个 什么呀 早上答应你的 我说话算话 可是 那个 明白明白 之前你欠点债 也一笔勾销了 不是 我是想跟你说啊 我 我跟他说的 我说的 我说了 你怎么这么做 我说的 我对你 我看你 你不能跟他 我说的 我说的 我是想跟你说 我说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毕竟不是她的亲妈 她心里还有病 我要是照顾不了她怎么办 我们这个家已经够乱的了 再添一孩子就更乱了 我烦死了 我真的快烦疯了 你一直点头 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把这孩子接回来 你绝对不应该 你想过没啊 你猜多大呀 你今后的人生路多长了 你知道吗 你想和你婆婆和好没问题 这我明白 这孩子 他绝对就是个麻烦呀 一个大麻烦 是你后半辈子有可能甩都甩不掉 一个像大鼻涕似的一个大麻烦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可以犹豫 可以后悔 没问题 一旦这孩子上你们家下来 你就没得后悔了 他已经被他妈扔了一次了 你要是再扔他一次 你也太不合适了 所以我告诉你这事 没戏 赶紧撞头 走人 你到底是替我担心呢 还是在替孩子担心 好 我替你担什么心啊 我跟有什么关系啊 这这这孩子跟我更没关系了 我就是随便说 应该怎么办怎么办 今天是你自己吃银的 精湛的事 让我没说 起来没 我得尽快赶快走公司 小草 起来 一球没睡啊 你先回去吧 我还没想好呢 小草 你要为自己好 别让自己后悔 好 别睡觉了 我得走了 你这么着呢 我自己会回去吗 行 这房间会交到正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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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 怎么了 院长 我决定了 我决定了 院长 别害怕啊 我不会有人欺负你了 走吧 怎么了 没事 家里啊有奶奶有姑姑 我们都会很疼你的 那阿姨回家吧 再回小朋友啊欺负你 妈妈 回家去喽 哎 怎么了 哎 你干嘛 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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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吵什么呢 灯灯 这是什么呀 来 给阿姨看看 小夜灯 这是你的宝贝啊 那行 带着你的宝贝 等阿姨回家 这还行了吧 走 回家喽 优优独野 快点 火热 大导 到底是怎么看 小心点吧 等到家了 来 来 来 累不累啊 吃饭了啊 快了 快到了啊 回来了 我的小黄又回来了 娜娜 你知道吗 小叶更啊是你的宝贝 这个小黄 是阿姨的宝贝 虽然阿姨不能像你一样 把她抱在手里 可是每当 我发愁的时候 有困难的时候 我想要看看她 我心里就放心了 颜色好看吗 嫂子 嫂子 这就是我哥的 对 她叫当当 当当 我是你姑姑 当当 别这样 嫂子 这孩子是认生是怎么的 对了 以后再跟你细说吧 对了 你告诉妈我去哪儿了吗 一顶你她就急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还是什么都不吃 更虚了 小梅 你陪当当在这儿等着 我不叫你们别进来啊 当当 听话啊 当当 当当当 当当你看看我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快 待会儿姑姑给你买糖吃 看看我妈啊 你可不吃了 那么 你吃了 我吃了 就行了 你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阿姨呀 不用你管 我偏要管 妈 我知道你不想活了 你想去陪月峰 可你想过没有 你见了月峰 怎么不去跟他交代啊 难道你说 你抛下他唯一的骨肉不碍 任由你的亲孙子 在外边当孤儿 而你却在清闲时期逍遥 您这样对得住月峰呢 你这样对得住月峰呢 您说什么 我的亲孙子 对 您的亲孙子 他在哪儿啊 妈 他就在外边 就在门口等着他的奶奶 去照顾他 疼他呢 我要见他 快让他进来 快 妈 我这儿煮了碗粥 您先喝了粥 再请您的孙子行来 我要见他 我要见他 妈 您先喝粥吧 我要先见他 你凭什么不让我见孩子啊你 妈 您看您现在的样子 您连做起来都困难 您有力气帮孩子吗 我的孩子 妈 孩子 您先把粥喝了 我要洗一下 福密 寶宝 妈 孩子就在外边 他们跑不了 你把粥喝完吧 喝完粥 您就有力气照顾他 您就有力气抱他了 对吧 妈 您慢点啊 妈 慢点 孩子呢 孩子 孩子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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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 见见奶奶 来吧 来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个很好的人 他很善良 虽然一直在生病 可他总是在为别人着想 不愿意伤害任何人 虽然他也犯过错 也不得已伤害过关心他的人 可是我知道 他不是任何人心里多难过 当当 你一定要像你爸爸一样地善良 但你一定要比他更坚强 你要长成一个男子汉 一个顶天立地的 有责任心的男子汉 知道吗 当当 你干吗呢 当当 你怎么了 你不喜欢看到爸爸吗 什么声啊 宝宝 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没事 当当 饿了吧 乃蕾啊 住了牢骚 咱们吃饱了美美地睡一觉啊 走 走了 嫂子到底怎么了 其实我已经受到惩罚了 当当把月丰的照片给摔碎了 把照片摔碎了 我怎么觉得这孩子好像不太对劲啊 可能是刚来一个新的环境 还不太适应吧 你说他不爱说话也就罢了 怎么还摔我哥照片呢 跟我哥是有仇是怎么着 也许是他妈妈对月丰的恨太深 你想到孩子了吧 疯子 别这么说 这老子好吃吧 你爸爸小的时候特别爱吃这个 多吃点啊 这可补了 甜吧 我说妈 您身子还这么弱 就不应该下床干活 疼孩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等您身体好了 再给他做也来得起啊 我早就说过 你别叫我妈 我怎么疼孙子不用你管 行 好 我知道了 以后啊 我就叫你老太太行了吧 等等 吃完了没有啊 阿姨把澡水弄好了啊 吃完了赶紧洗澡 坐了这么长时间车啊 身上都有味儿了 这 这怎么了 孩子 别理他 你这是干什么呀 孩子吃得好好的 你这不是添乱吗 老太太 我 妈 你们整天这么逗 有完没完了 这家让不让人呆了 我待会回公司逗 受不了你们 我可没跟他逗啊 这还没逗 我让孩子吃牢骚 你让孩子洗澡 孩子听谁的呀 你看孩子不吃了吧 洗什么澡啊你 等等 吃好了吗 吃好了洗澡去 快 你去哪儿了 他去哪儿了 等等 等等 你怎么把门关上了 阿姨还没进来呢 你再走 等等 把门打开 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没事吧 我看看 我也看看 他在干吗呢 他干吗呢 看 他在洗澡呢 他自己洗啊 他才五岁 怎么这么大能耐啊 就是说呀 我们家小树啊 洗个澡可难了 不把所有的玩具玩个遍 是不会出来的 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没事 自个儿洗澡呢 这也太能了吧 自己就能洗澡啊 妈 她洗完出来了 洗完了 这么快就洗完了 好 嗯 等等 你怎么了 你 他这是找什么呢 你在找什么呢 啊 我知道了 丹丹你看 是不是在找这个 啊 刚才阿姨收拾东西的时候啊 给放到那个抽屉里了 以后你要找呢 就上那个抽屉里去找 知道了吗 你找什么呢 是不是插头啊 插头在那边 来 来 阿姨帮你去插 什么这儿的那儿的 你在干什么呢 丹丹阿姨姐找她的小夜灯 这孩子可能习惯了 不插上小夜灯 不会睡觉的 那赶紧插上啊 行 那你别闹了啊 听话 嗯 丹丹 记下好了吧 行了 别哭了 乖乖地睡觉啊 快点睡 哎呀 就这里扛了吧 行了 你们也去睡吧 当当啊 赶紧睡啊 我是谁 哦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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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 去 睡 sozusagen 老太太 我知道你还没睡呢 难道你不想跟我好好谈谈吗 我知道你心里还在怨我 不管我做什么 怎么解释 还是笑不了你的恨 现在我把你孙子领回来 你愿意为他好好活着 我就放心了 如果 你想赶我走的话 我就走 大门敞着呢 你这老太太怎么这么倔呀 我走了谁照顾当当啊 你眼睛我看不见 你能照顾他吗 再说 这孩子不爱说话 要是他头疼脑热的 你能知道吗 万一他磕着碰着 你就不心疼吗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同意我留下了 以后我就跟荡荡水 以后我就跟荡荡水 没什么事 我不会来烦你的 我会来的 你不思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